小伙伴们大家好啊 很高兴又见面了 最近大家都在忙啥呢 现在的我已经知道了这个世界 有一个非常神秘的地方 就是有一个超级大的天窗 虽然我还没有找到 现在先到矿洞里面找点宝藏吧 矿洞里面太危险了 还好挖到了不少的钻石 也算是弥补了一下我受的伤害吧 带着这组钻石回去了 可以制作一些防护套装 真是太好了 有了这些再去找神奇天窗 应该就比较安全了吧 现在已经准备就绪 将这些矿石先囤着 我就去冒险了 这边是村庄 我一直生活的地方 不过那个神奇的天窗 在上面地方呢 前面好像有点不一样 居然是木头地面 不对 这个就是我要找到天窗 没想到它居然是在地面上 让我看看这个下面 是个什么样子的吧 这个就是开关了 果然啊 天窗直接就下去了 让我来体验体验 寻宝的乐趣 可是这个坑 未免也太深了吧 实际摔下去 可就凉凉了 不过下面可是有炫彩宝箱 就从这个地方 挑到下面的水方块吧 只要精准 我就非常的安逸了 直接冲啊 这 居然还是假的 好好好 收获满满了 钻石套装 是我的喽 真是愉快的一天 现在 我还是老老实实地用楼梯吧 实在是太危险了 没想到 还有人陷害我 只能够一层一层地往下爬 已经没有多远的距离了 总算是可以来看看 宝箱有什么了呀 让我看看 诶 什么情况 我居然被传送了 这是个什么地方 全部都是木头 真是够奇怪的 这门后 还有好多悬空家具物品啊 看来要我踩着这些东西 往下走啊 你能够踩空了 不然 我可就直接送走了 一层一层地往下跳 只剩下几个物品了 很好 我可算是安全着陆了 让我看看宝藏吧 后面居然还有独木桥 又是有弯弯区区的 不过队岸还陪我准备了宝箭 那我就勉为其难地走过这里好了 只剩下一点点距离了 马上就要到了呀 最后一个弯 非常成功 让我拿着距离吧 绿色的宝箭 也不知道有什么极客的现火 继续下一关了 这边居然已经是东西了 还有一副圣诞节的模样 很有意思 这边的装饰都还挺不错的呀 我就全部带走咯 镜面上似乎还有一些小标志 是让我看这个冰雪小房子里面吗 可能是给我留了礼物 进去看看好了 我猜 箱子里的铁块 还有一把宝剑 果然什么地方都需要探索一下 继续打开这个密码门 准备下一关吧 接下来就是石头房间了 里面居然这么特殊 上面都是挂着僵尸的头颅 这些都是代表着恶魔的标志吧 看来是要打在旁边的恶魔小弟才行啊 这些家伙 长得可真是奇怪 那也没有办法 直接冲啊 行获得的武器 威力果然不错 再来几件 可算是送走了 这次箱子里的武器 奖励可就好多了 居然还有手枪 我们最后再来把里面的僵尸 可以一起送走吧 数量还是挺多的 一个个都围过来 真是跑得够快的了 可算是都送走了 前往下一关了 这边的黄金还挺耀眼的 村民 你在这里做什么 还不给我开门 绿宝石五颗即可 那行吧 这边的绿宝石很多 我帮你挖一下 这些绿宝石 确实是村民最喜欢的东西 现在就很不错了 已经足够兑魂开关了 这些都拿着咯 看看最后的房间 哇塞 居然是普遍房间 好多的油弯设施 还有这么香飘飘的烤猪 真是太快乐了吧 那边的后面 还有灯和按钮 看来需要全部用弓箭点亮才行啊 以我的射箭技术 可以让我通过了吧 去开一下看看 这个钥匙不行啊 看来要全部命中 全部拿下 根本没有问题啊 三个都亮了 总算可以去拿属于我的宝藏了 这个就是前往最后道路的入口了吧 宝藏过来了 直接抵达 卧槽 好多的监测 真是危险 还有滚动呆 速度绕过这些东西走过去吧 可算是到达了岸边 原来这里才是最后的宝藏啊 箱子里的钻石可真多 两个箱子都是钻石 真是发达了呀 最后的就是传送门了吧 怎么没有反应呢 哦哦 完蛋了